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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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飛漢天下 今年香港只流失超過4000個教師 創了5年的新高 實際上香港的教師大概是10萬人多些 這個是整體的 因為之前的教協是有9萬人 接著就到教聯 兩個組織加起來你就知道 約是10萬人至11萬之間 雖然沒有正確數字應該都所差不遠 今天他告訴你有4000個教師他們離開 而留下的教師接受訪問的時候他們很擔心 因為《國安法》他們覺得他們做什麼教什麼 都有處處紅線 就是說他們很大的壓力 香港做教師是一份長工 穩定的工 是相當相當賺到錢和比較優越的 但是當你做教師的時候 紅線究竟在哪裡 就算薪酬福利再高的時候 都開始覺得提心吊膽 加上言論自由的紅線珠珠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中學通識科 又被取消了 所以根據香港教育局統計 上一個學年教師流失人數 估約4050人 當中3580人是公立學校 即是說這些教師就是政府學校的教師 教前一個學年大幅增加了六倍 為什麼這樣 其實如果你做教師 你是有愛心 你是有目標的 即使你想做下去 但是看到那些小朋友 現在每次都國民教育 國安教育 你有沒有信心告訴他們 什麼叫做獨立思考 如果你說錯話 有些家長不喜歡 他舉報你 分分鐘引來牢獄之災 我想問 怎樣可以走下去 所以教師的移民潮 尤其他自己本身有小孩的時候 他們看到現在香港這個狀況 他們就覺得 沒什麼必要在香港留在 而更重要的 根據今年開學 流失最多的就是英語教師 為什麼 如果英文好的去哪裡都找到一口吃 是不是 就好像我英文不好 那我去到別處我就找不到吃 對不對 這個是必然的 所以 今年的流失 和明年的流失 我相信明年才是最高峰 因為教師很多 他們本身是合約制 有些是嘗諷制 兩樣都有 不可以即時說走就走 所以來到今年還不是高峰 到明年的暑假 你就真的見得到 當然我們官方有的說法就是 哎呀 教師是全世界都欠的人才 全部都教師方的了 你以為只是香港嗎 那為什麼概念 而更重要的 官方 香港電台昨日報道 教育稿公布了更生後的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 相關指引的小學教育提出多個學習宗旨 包括透過國民和國家安全教育 認識國家和中華文化 培養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認同 懂得分辨是非 以及能適切地履行自己在家庭社會國家所擔當的責任 根據他提出這個綱領 我問幾個問題 第一 中國文化包括不包括馬列姆 還說不說社會特色主義 因為社會特色主義並不是中國文化 就是這樣 而中國皇帝就是最高的皇權 但是現在人民當家作主的中國共產黨 和中華民國傳統的 即是說皇帝大曬 五綱五常的東西 是有圍撥的 而更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 扶持指效 但是 我們現在香港政府經常都說 如果你旁邊有可疑的人 或者你家裡有可疑的人 你舉報他 而當見到一些不對的時候 你見義勇為你出聲 甚至見到警察當街打人 那你去不去攔了他 或者一些不明就女 很有可能他是便衣 他穿著便服 但是他是警察 但是他沒有出示委任證的時候 當他通街 去暴力對待市民的時候 你作為人 就是好像當日那位美國律師 他出去阻攔的時候 那結果 他襲警 這個 怎樣教 懂得分辨是非 就是見到 香港政府的清零 我為你好 但事實上造成了 很多很多的結業 很多很多人沒有辦法遺生 很多的零售業受傷害的時候 那 那 那 是非在哪裏 當 適切地履行自己家庭 社會 和國家所擔當的責任 對國家我們忠誠 那對中國共產黨 黨 黨國分不分家 對社會 見到不公義的時候 見到互相包庇的時候 見到 沙中線 短庄事件 禮頓和中國建築輕輕放過了 接著你見到這次精進事件 三死六傷 監管不力 投訴無門 你怎樣說 在家庭那裡見到 爸爸媽媽或者一些子女 他們有時候對社會的不滿 說多幾句的時候 接著你說你隔壁要可以人 歡迎 舉報 是非黑白究竟是怎樣 是怎樣寫出來 我讀得舒小 我真是不明白 教師的流失就是因為他們明白 為什麽會爭教師 香港的失業率 真是很低嗎 高薪厚 不是應該更加人 穩定的工作嗎 節目做到這裏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課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比賽 大匪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小洋村剛剛判了 那你問我怎樣 一會兒下一節跟大家說 有很多人說 大匪不要說 就是因為我不懂 我想 藉著做節目 我們問更加多的事 我們不是記者 我們不是專業人士 但是我很希望有人可以解答到我以上的問題 當兒子舉報老爸 當隔離鄰舍有事的時候 怕違反國安法不去幫他 最大的問題是怕 你看到一些不公義的時候 你怕得罪權貴 你怕有事的時候 你默不作聲 因為沒有人知道 自己犯不犯法 而所謂的國家安全 是一種概念式 他沒有明文規定說什麼 變成你看到很多教師 連書都不懂得教 我怎樣告訴你 怎樣解釋UGL事件 梁振英 怎樣解釋 為什麼中國的國家領導人 所有部位級的人都有綠卡 一些熱愛中國的人 而他們是外國者分子 結果他和他的家人全部有外國籍 為什麼他們不是洗人民幣 為什麼要在外國買樓 更重要的就是子女全部在外國讀書 他們的子女不需要接受香港的外國教育 反而一些決心留在香港的人 他的子女要接受外國教育 為什麼 種種的問題 就是 你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官出來解答這些事 包括李家超在內 拜拜